2020年台湾面临过史上最严重的珊瑚白化事件 海洋保育署公布今年度台湾珊瑚检测调查结果 包括北部茅澳浅礁和小琉球部分区域 总共七处海域的珊瑚礁处于失能状态 但其实在台湾还是有很多人默默在为海洋努力 陈应玲就是其中一位 她原本是个全职妈妈 会踏上珊瑚富裕之路 是因为有一回跟着教练潜水 在海面下所见的珊瑚海令人惊艳 但教练却告诉她 这片海域三十年前还更美呢 于是想赋予珊瑚为海洋找回美丽的想法 在她心中悄悄萌芽 很多人当时都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不太相信凭着一个家庭主妇的能力办得到吗 但她凭着一股傻劲 用苦法练钢的方式研究怎么种珊瑚 2014年开始写计划 争取经费租下废弃的九孔池 展开她的富裕行动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这一位珊瑚妈妈如何守护珊瑚 撞珊瑚其实不是依照异性 九孔珊瑚 它一年也只有十公分 你要让它变成一个岛 你想想看要多少几百年的时间 所以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要做的 我其实是希望说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重视这个问题 那当然是从我的周遭开始影响起 一个人至少种一棵到两棵这样子 那等一下作业区域会在中间那个地方 小心走喔 走路要小心一点喔 有没有去高盛 新北市供辽海边废弃的九孔池上 陈应玲带着来参访的学生 准备下水体验种珊瑚 这个这几株啊 大概都是今年上个月来种下去的 那这几棵看起来是都有长起来的 它原本是一名全职妈妈 现在人称珊瑚妈妈 把珊瑚当成自己的孩子 发誓要守护他们的家 这是我们发展出来的就是 长得比较快再培育新的种苗的一个方法 那通常就是水底下的踩上来一颗 然后就像这样子把它分珠 把它剪开来分珠之后啊 然后再把它绳子打开 把这个珊瑚塞进去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就好了 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方式 没有没有没有这是经过好几次的实验 辉别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 走向珊瑚富裕之路 是因为十多年前学潜水 爱上缤纷的海底世界 就是我学了潜水之后 发现水下的世界好美哦 好多鱼围着我 然后好多珊瑚在底下 可是教练就跟我讲说 三十年前不一样 三十年前更漂亮 那我心里在想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我想要看到三十年前 的样子 所以我就跟教练说 好 那我们来把它 把大海弄成三十年前的样子 那教练就说 那我抠脸 然后我就说 哎呀 我们就试试看嘛 如果把珊瑚种回来的话 珊瑚焦生态系好的话 那很多的鱼虾蟹被就有家可以来了 然后也有食物可以吃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珊瑚焦种回来 我们的圣仪式穿戴浮浅装备 再跟着下水 记录这群海洋志工的水底任务 陈宜玲和潜水教练 一人拉着绳子的一端 将刚刚在岸上 绑满珊瑚分支的绳索 固定在池底的石块上 接下来就等着这些珊瑚幼苗 慢慢茁壮 再带它们回到大海 而这一趟下水 还要观察其他珊瑚生长的情形 并绑上温度计 监测吃力温度 当年没有人相信 以一个家庭主妇的能力 有办法富裕珊瑚 但陈宜玲凭着一股傻劲 以土法练钢的方式 研究怎么培育珊瑚 还飞到日本冲神取经 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办呢 那就先用土方法 先上网去找资料 看别人怎么做 那网路上就有人用树袋绑 然后用石头粘 然后就绑在铁架上 我就这样子做了 然后再去搜寻 好像别的国家 人家曾经有做过这样 珊瑚富裕 所以像日本冲神 像佛罗尔达 像美国的加州那边 都有做珊瑚富裕的行动 那我就开始去参考 各家各家不同的状况 我们曾经去帮人家 清过一口九孔池 发现里面 十年没有养九孔之后 哇 里面长满了九孔珊瑚 然后一整个很像 海里花园一样 所以这其实是引发我 用九孔池 来种珊瑚的一个动机 2014年 他一边协计划申请经费 组成环境保育协会 一边承租东北角 隆冻的废弃九孔池 作为他的珊瑚富裕基地 但一开始连持住 都怀疑他的动机 就问我说 你们要出来做什么 我说我要养珊瑚 我要买珊瑚 蛤 什么 你要买什么 我要买珊瑚 买珊瑚 珊瑚是有效果的吗 对 他就这样子 很直接的回答我 因为对他们来讲 这种不能赚钱 不能卖掉的东西的话 对他们来讲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种 徒劳无功的事情 岸边很多那种垃圾 或者是钓鱼人 或者是海洋飘过来的 那有时候进来九孔池 卡在里面 其实会影响我们整个池子的水质 每回来到九孔池 都有清不完的海洋垃圾 不劳其会对池子里的珊瑚宝宝 构成生存上的威胁 事实上这几年下来 迎接他的是一连串的考验 第一年第二年很漂亮的 一周一台 一周一个大台风来 就整个把它吹到了 翻锅了断枝了 但是也还好啦 台风就是我们台湾的日常嘛 所以我们就继续努力在 越重越多颗 越重越多颗 那这两三年来 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是 刚好台风不多 但是在2019年那时候 珊瑚大白化 其实我们损失了50% 就是白化了50% 这也是一个大挫折 我还蛮乐观的 我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 但是我最感谢的 真的是我先生 我小孩的一个背后的支持 他们虽然没有说 跟着我一起下来种珊瑚 但是我先生啊 就让我这样子随随便便 就到处回来跑去 甚至半个营队 三四天都不回家 那我们小孩呢 就会去跟他朋友说 跟他老师说 我妈在种珊瑚 老师就一点疑惑 你妈种珊瑚吃什么东西 对 那但是呢 他的老师 甚至有老师鼓励 他请我去 我小孩班上演讲 对 那我觉得这 这真的是很大的鼓舞 等一下喔 桶子先下去 他就 嘿 能塞缝隙就塞缝隙 曾经潜水教练说他太疯狂 保育专家不看好 面对无数质疑眼光 但现在跟着珊瑚妈妈脚步 一起守护海洋 推广生态教育的 有潜水教练 有海洋专家 还有常来交流的 澎湖海洋志工 我本来也是在算学术圈 学术界里面 其实学术界里面 比较难去做这种 教育推广 有这个场域可以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蛮好 可以补足一块 我们平常在那个 学术相当团里面 比较没办法建筑到的一般群众 我很喜欢海洋所以我也会希望 有机会去看看别人怎么做 不能自己一直在 符符门造成这样子 有机会来就看看别人 怎么去带领环境教育 其实我也希望 就是说能不能让珊瑚 在恢复以前 尽自己的一点能力 做一点事情 对啊 为海洋做一点事情 主妇变专家连新北市农业局 都借重他的专业找他合作 把珊瑚移植到公寮和美渔港 让富裕行动遍地开花 我们希望把这个生态系 尽量的重整 但是其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除了保育这条路之外 我们还要做的是教育 透过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带很多的民众 从小到老 一起来体验种珊瑚 然后把这个种珊瑚 让珊瑚教生态系重要的概念 传播给他们 当年租下一口九孔池 步步实现梦想 但这个梦想 陈一鸣不是为了个人 而是为了整个环境 只不过珊瑚富裕 是一条漫漫长路 一个人力量有限 他深信一群人一起努力 重现海中美景 不是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